星期三我要投机主持 KC 由 KC 主持 以分析每周杠杆式投资产品 希望观众能以刀仔锯大树战胜市场 回到 Part 3 了 见到我旁边有个嘉宾 今次邀请了霸财的 Joe 我们既然是FTAA 技术分析师协会 当然也会留意其他有没有新的指标 今天很荣幸可以 因为他说霸财 他们公司做了一些新的指标 我希望大家可以增加广阔的视野 让大家知道更多新的指标 有请Joe哥交给你 谢谢肥仔 当然是吗? 不要紧的 还有麻烦KC 给我们一个机会霸财 其实之前在另外一个节目中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我们霸财系列的指标 也有几个月时间 今次再上来的时候 就希望跟大家的观众 再更新我们的新的功能 所以先跟大家更新 我们霸财图表的一个组合 其实我们可以在主图中 设定霸财指标 另外富途就可以设定RSI 还有成交量 趋势处 我们以前没有主力出货 也有很多观众或客户 反映说 我们下面第五个 有个叫主力吸走 就可以反映近期的低位 他们建议找回新的指标 找个主力出货 找个高位 有低有高 挺好的 我跟大家说 这个其实是我说的 是 我建议的 是 没错 我听到肥仔跟我说 他说 Joe 你为我主力吸走 何时弄回高位 出货位 我就很快做了出来 给大家 肥仔和观众 如果有机会可以用一下 另外 庄家台桥 我们也是霸财 可以看到庄家盘 我接下来给大家看 待会我开软件 会更加清楚 之前也有人说过 这样放下去 可能会比较小一点 我先说回恒生指数的图 恒生指数的图 你见到第四个 有个叫主力吸走 我这个是箭嘴指寓的 之前你见到 在恒生指数里面 去年的十月的时候 都有个低位 之后没多久 我们看到霸财指标 有个Buy 还有一个黄黄的线 亦都可以反映 由B和C之后 在高位的时候 我们下面的霸财指标 有个叫主力出货 可以反映到高位 好似今年大约是 3月、4月的时候 曾经有很短期的反弹 我们也可以看到 B和C之间的高位 我们霸财中 主力出货 亦有个讯号 给大家一个参考 除了恒生指数 可以看到之外 另外欧罗亦都可以看到 欧罗亦都很清楚 其实这幅图 之前的节目 都有讲过 主力吸走的低位 欧罗近这年多的低位 就是去年3月 之后没多久 它有个BuySignal 有个短暂的声势 我们的主力出货 亦都有支柱绿色 可以看到浪的高位 亦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亦都可以帮到观众 可以知道 有预期到低位、高位 除了欧罗之后 黄金亦都可以看到 黄金 你看到去年年底下跌完 有个低位 我们的主图中 已经展示出了数字 你看到下面 有个主力吸走的低位 有红色柱 之后有个升浪的时候 我们的高位 亦都可以看到 我们的主力出货 亦都可以看到 这个可以帮大家 多个指标 可以看到 还有今次我上来 其实我们的BuySignal 我们的BuySignal 近这几个月 都很努力去研究 一些新的功能 会说到 我们的BuySignal 中有个公式预警 什么是公式预警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BuySignal 本身BuySignal 的软件中 可以用一些技术指标 去选股 之前的节目也有说过 我们就发展到 可以用一些 除了选股之外 亦都可以用一些 这样的预警 去做一个 提一提大家的 在软件中 一到这些条件中 就好像MACD 有Clause 立即提醒你 这些条件中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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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写了一个公式 内容内 就是要有 红色的 霸财指标 一定是在升 trend 另外 RSI 等于 超过70 趋势处 在零线 零四 我之前也说过 好像MACD 零线以上 有红色的 是代表一个 uptrend 很清楚的显示到 还有有庄家抬轿 有庄家抬轿的意思就是 本身就是 我们有三个颜色 有粉红色 代表庄家开始控盘 红色是那支力度最大 绿色是出货的 我就选择 刚刚庄家开始 有推价的情况出现 亦都可以自己去监察 一些组合 比如股票 期货 外汇金 亦都很适合观众 亦都可以监控的时段 亦都可以选择一分钟 五分钟 六十分钟 和日线图 换之来说 其实你开了五分钟的监控 等于好像电脑里面 开了五分钟的图 和你监控了自己的组合 譬如我自己的组合里面 设置了有二十只股票 或者其他商品 总之一度在公式 就符合到五分钟图里面 是符合到这个条件 它就会准备出来的 我举个例子 譬如我现在按了图 这个图很简单 你看到我左下角 其实我用了JC的index去选股 刚才说过 包括红色的败财指标 RSI可以确认到70或以上 趋势在零线以上 还有有庄家抬轿 选了一堆股票 可能有二十只 三十只 我们在右边 我们会开公式预警 首先选择我刚才选股出来的组合 然后我选了五分钟 也可以设定了 一体动了这个组合之后 电脑就会监控了 看到右下角的黑框 图住的时候 就是当如果我这个组合里面 这二十只里面 其中一只 因为我设定了五分钟图 在五分钟里面 有反应 即是符合到我的条件 它就会选择出来 像这只股票那样 会慢慢有声音 会有声音 是的 一有声音 就会选择出来 亦都会提醒你 亦都会看回那只股票 即是在做其他事 也会有信号 是啊 可能你走开走开 在喝茶的时候 突然会提醒你 即是做出来 即是看一看 这只股票三八八九 突然有提醒你 当中最好是开了五分钟图 开了五分钟图 即是开了五分钟图 即是开了五分钟图 看一只股票 原来的声音 已经开始动了 当时很快 五分钟之内 只跳了几口价 对于观众来说 去掌握到有些异动 那就更加好了 这个新功能就是公式预警 好了 除了这样之外 我亦都有一个 其实会综合了那个版本 就是说我们在那个版面里面 因为我们的败财里面 那个版面是很灵略的 除了你可以设定了一个预警之外 公式预警 可以设定主力监控 全方位去监控一些股票 或者期货 或者其他商品 我们就可以同一时间 在画面里面 可以监控到那只商品 或者股票里面的成交量的变化 以及可不可以在公式预警里面 达到要求 那就更加好了 在那里面 我就截了一幅图出来 这个很简单 我就拿了一个旗子做一个例子 你看到我左手边 在一个框那里 我就夸了 我就是监控的期货 期货就是 我设定了A盘的 就是主动卖旗子的 而它每一个的交易 是超过了10张 是的 这样就会公式出来 我设定了之后 它一到10张或以上 它就会转发出来 即是有个Alert 就是说 可能有些大户在 在买期货 大手买入 大手买入 跟着在右手边 跟着右手边 在公式预警里面 我也设定了 监控期货 也是用JC 或者用其他公式 一到就是 这个我们用了一分钟 就等于你好像 在画面上 电脑里面 开了一分钟的期货图 那一到之后 譬如一到之后 我看到在左手边 它准备了 可能第一个有10张 12张 没多久 一个公式提示 就开始有动态 咚咚声就提醒 期货 可以有几口价 要有五六口价 是已经符合到 有个条件要求 就是一个Uptrain 这样就很快 你见到 立即开到一分钟的图 你知道期货也很快 它跳动到 在那分两分钟的时间 可以升到十几二十点 那你可以立即掌握到 一些大互动 突然间 移动 移动 可以很清楚 因为这一套软件里面 其实可以做到这件事 就可以更加好 可以看到期货动态 是的 OK 那除了这样之外 其实我也想介绍 另外一个功能 不知道大家的观众 有没有听过 有个叫做四度空间 其实 可能有些客户有时 跟我说 哇 四度空间 有些人拿数据 还要很贵 听说出没有 是的 就好像很复杂 说到好像空间 不知怎样 其实很简单 其实最主要 这个四度空间 就是记录价位 今天的成交分布图 是的 那我稍后会展示图 给大家看 也可以记录到 譬如商品 今天开是哪个口价 最新是哪个口价 你可以看到 这个模式是怎样的 也可以设定 譬如今天最多成交的百分比 譬如最多的20% 是集中于哪个区域 是的 我们很简单 用符号就是英文字母A到Z去排 由先由大家 然后世界 然后一直排下去 我们可以说监控 譬如有些什麽时段 15分钟 30分钟 60分钟 和120分钟 我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好了 这个就是期货的图 期货的图 我今天挂了 你看到我刻了一个黑色的颗星 可以看到今天开市价是20913个位 今天另外一颗星 可以看到最新的价格是哪个 我设定了15分钟 即每15分钟 会做一个纪录 例如期货9.3到9.30分钟 是做一个纪录 如果9.3到9.30分钟 曾经有做过某些价格位 那叫做A的时区 它会设定有几口隔 有A的位置 B就如此类推 就是9.30分钟到9.9分钟 你可以看看今天期货 在做的价格里面 曾经在哪些价格里面 曾经很多的时区都做过 你可以知道今天集中的区域在哪里 另外我看到我们在图里面 有27%里面 就可以设定了 20% 最多成交的20% 集中在哪个价格位 很清楚可以看到的 除了期货之外 还有股票也可以看到的 这就是新功能 加上量价图来看 可以更加好 除了这之外 对了 我们有个选股 其实之前也有说过 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 我们近这几个月中 会再做一些比较好一点 因为通常有些观众来说 选股选完之后 可能我选了一些公式 下次再选股的时候 都选出来 不用我每次选过 我们可以将公式 save到一个档案里面 包括有些什麽呢 我想要选股的公式 和选股的组合 譬如我想选香港股票 或者特定的版法 可以储存到一个名字 以及用多少笔 可能用download 租下来可能有100棍 选最后的棍 放在哪个版法 全部都可以save到一个档案 叫A档案 下次你开的A档案 就已经贴出来 只需要按一个执行选股 就可以做到 那是不是省很多时间 所以希望我帮客户 或观众来说 最重要是简单方便 省时间 好了 除了这个之外 我按一按图给大家看 在左下角里面 有几个圆圈 最第一个圆圈 就是我们可以储存在一个名字 对落的名字 就是可能你选择了 某个选股的条件 公式的 另外左下角就是商品组合 还有选是用多少棍 比如100棍的 选最近有一天 这些全部都可以储存下来 下次再开 就可以开一个A档案 它就贴上去 只需要按一个执行选股 就找到出来 那你见到这幅图 其实就是用了 我的index 里面 去找到一些股票出来 见到右手边的幅图 就是说 我找到的有罢财指标 是一个红色的trend 或者是由黄转红 RSI已经达到一个70 还有它的成交量是有增加的 你见到 还有趋势处的零线 还有有庄家的台桥 每天都找到一些股票出来 对于观众来说 香港股票 对于正股来说 也有一千八百多只 每天找到三十只股票出来 省很多时间 就是这样 好了 除了这样之外 还有这个选股之外 其实我们的败财里面 也说过了 其实肥仔也跟我说 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有些观众来说 主打是杠杆产品 是的 杠杆产品 例如外汇、黄金 或者一些期货 即是美国期货 其实我们的部机来说 都可以看到的 好像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 例如像这幅图那样 我们有欧罗也有看 或者其他金也有看 我们除了这个之外 也有个美元指数 或者其他国家的指数 或者期货都可以看到的 这幅图很简单 譬如我上面设了个欧罗 看到欧罗出到 霸财指标有个沽的信号 相对于下方的美元指数 因为相对的 是吧 设定一个幅图来说 看看美金是否是强的信号 有了购买的信号 也可以看到 另外期货各方面 也都可以做到同样的效果 这个可以 譬如日后再有机会上来的时候 我再讲一下 再多一点 也可以浏览 观众如果有兴趣的时候 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三个W点 stockonline.com 也可以看到 我们公司的网站里面的产品简介 如果日后观众有兴趣的 我有手提 也可以WhatsApp给我 如果有什么询问 或者想试用的时候 你可以WhatsApp 或者E-mail给我们 是的 譬如如果可以的话 需要不需要讲一下 我们的软件里面其他 不如即使开软件出来 是的 好 那我去到软件里面 现在我们直接 其实我们平时看开 环球指数 都是用霸财系统 现在就由Joe去讲一下 好的 这个就是我开了软件 大家都会比较清楚一点 首先是恒生指数 刚才我说的新指标 主力出货 你看到去年的四月 大家都看到 恒生指数升得很高 很高位 其实我们很清楚 在主力出货里面 都看到有两个绿色巴 在那里出现了 之后 到了六月 七月的时候 开始回落的时候 霸财指标就开始跌下去 是吧 也跌到底下 也有个吸臭的 是吧 你看到红色有吸臭的位 之后没多久了 霸财指标 有个by signal 所以这是一个很短暂的升浪 就是黄色的准备升浪 但是由B到C里面 高位 其实我们的主力出货 也可以找到位置 相对来说 今年的三月四月 也可以找到高位 除了这个之外 刚才也有说过 就是欧浪 欧浪 欧浪也看到了 其实这个图 就会更加清楚 可以看到低位 也可以看到浪的高位 也可以很清楚 另外来说 刚才也跟肥仔说过 例如我们的霸财指标 除了看一些独有指标之外 其实霸财指标 可以帮大家 在滑线上可以做到的 这个黄金线 其实大家都听到 其实之前这样 只不过说 这个黄金线 可以预测升浪或跌浪 就是很简单 譬如去年四月的时候 霸财指标 当然我之前设计了 例如有RSI有70 成交量有增加 趋势处零线以上 还有由装加抬轿 之后我们很简单 在霸财功能里 按了G 这个就是黄金线 通常你确定之后 就找回B的浪底 这个位置按下去 推上之前C的浪顶 是的 我转一转色 因为这个也可以转了黄色 更加清晰一点 这样可以预测到 这个浪大约是升几个高 这样很清楚 除了升浪之外 跌浪也可以看到 去年之后 五月六月的时候 就开始转跌 霸财指标出了coast 之后蓝色 然后绿色霸财指标 当你看到霸财指标有绿色 而对其他指标 也是一个向下的trend 很简单 也是用黄金线 这一按下去 就找回之前的顶 推回到之前的底 就可以量度了 这个顶 推回到之前的底 这样我转回色 可以看得清晰一点 你可以看到 这个绿色浪跌 大约是跌多少 其实那时候 绿色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都可以量度了 因为黄金线 有新弦线 有161.8 和261.8 可能你说 为什么这里还有一个低浪 你还没有量度到 其实因为 你见到霸财指标 在这个位置 10月的时候 有个buy指标 buy指标 其实已经是另一个浪 预浪 预浪 只能量度到 这个浪 结束 如果想量度下一个浪 你见到霸财指标 有黄色 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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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C的时候 结束了 就会变成绿色 如果确定其他指标 向下的时候 很简单 找回之前的图的顶 拉到低位 很简单 做一做 高位 推回到低位 你见到预浪的161个位 我转回色 也很清楚 看到 看到吗 对 我预浪的低位 18000多个位 18000多个位 可以量度到 除了恒生指数量度到 股票也能量度到 或者比如说 油 如果有些观众 可能是看油期货 其实 这个可以 很简单 你见到 当中的霸财指标 当时 在3月4月的时候 出了 又黄钻红 其实当时 也都在其他指标 都是配合的 RSI有70 趋势处开始有红色 还有有庄家台桥 大家都记得 其实油最低 今年2月的时候 就做过26元 是吧 如果你看到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白财指标 好像保力加中路线 顶到再有红色的 代表它有动力 会再向上的时候 很简单 你就在这条线的B 这个位置的底下 按一按去 推上去之前的顶 这个C的位置 接着放手 我用一个黄绿绿的线 你按下去 你预测到 其实当时 四十几元 我们白财也有Facebook 我放上去 那时就说 40元 如果有一个浪再上去 因为都是用 五十一 对 就会到大约五十五十一元 那些位置 那时候 位置在这裏 至今都到了 其实浪 基本上 这个黄金线 如果很好利用它 其实对大家 预测到一些升 或者跌的浪的时候 都有一个帮助 幅度的预测 对 幅度的预测 有一个参考价值 大家起码可以看到 另外是金 XAU 金也可以看到 金那里 刚才我和肥仔谈过 因为近期 其实在六月左右 那段时间 黄金有升浪 看到吗 有红色的指标 那时候我们已经找到 底 就是之前回到的位置 推回到100% 预测 第一个161个位 其实大家都看到很清楚 看到是到了 如果黄金持续强势的时候 可能会挑战下一个位置 千四元 是的 大家会预测 有一个指标 你看到金图 也很清楚看到 去年的十月的时候 金也跌到很低 有一个吸醋位 也可以看到 是的 或者可能在这方面 可以帮到大家的观众里面 可以做一个参考的作用 是的 或者有没有东西想了解 再多一点 其实我们有时做节目 我们也有说 很多时候 有时都会拿你去捉醋 喂 好啊 出来说的 是的 是的 所以 所以 观众相信都会知道 也都知道 是的 平时我们也有展示给大家看 而且它好像这个 比如这个 趋势柱线 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到 趋势柱线 可以看到 图下面最底的图 可以看到 一个升浪的时候 好像MACD 在零线上 代表了一个 升线 就是向上的 也可以看到 其实除了这些 之外 之前也有说过 比如说 霸财指标 另外YK内 可以叠加指标 例如有些什么 比如可以加一个 叫做 中线操盘 这个 这个 很简单 你会看到 就更加清晰 除了霸财指标 有红色可以看到之外 我们就有个 中线操盘 可以看到一个方向 只有两颗色 蓝色 就代表一个 向下的trend 橙色 就代表一个 肯定的 加上霸财指标 就更加可确定到 一些趋势 趋势 是的 对于大家观众来说 譬如好像 有 都可以看到 也都很清楚 绿色的霸财指标 跟绿色的飘带 即是有些观众 跟我说的 好像开始出蓝色 是吧 刚刚开始出了蓝色 其实有点蓝蓝的 而且你看到 有个霸财里面 有个 有个 开始转跌 因为其实 蓝色的位置 转跌 就是说 未肯定 大家在这里 再观察一下 但如果 升红下跌 也很容易 可以看到 是的 另外再谈 庄家台桥 帮大家再温温 庄家台桥 庄家台桥也很清晰 好像MACD 你看到有零线以上 有粉红色 再代表庄家 开始 控盘会拉升价位 我以为只是世界股才对 不是 其实期货 或是怎样 数据产品 是的 比如恒生指数 这些 你按下去 都可以看到 你看到有庄家台桥 你看到 刚刚近6月的时候 有个很短的反弹 这个位置 也有庄家台桥 起码有个色录 可以清晰到 可以看到 是的 比如股票 388 也很简单 这个也很清晰 在图上 跟大家重温一次 比如4月的时候 你看到有庄家台桥 那时候是180多元 很简单 你看到 红色上升到 差不多300元 多一点的时候 出绿色的时候 代表庄家主力出货 出货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下 通常出货的时候 那个价位升幅 就会收窄 直到圆了 还有一些顶部的横区 是的 这幅图 如果你设置底部 更加清晰 可以看到现在的状态 就是这样 是的 好 是的 那么 要不要再展示一次 你的PowerPoint 等大家怎么找你 好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时候 因为 我们的霸财里面 其实我每个星期 都有些免费课堂 逢星期 星期二 就会给一些新客户 旧客户 星期三 可以上来更新一下 逢星期二 有些新的课 到时候有兴趣的时候 你可以WhatsApp 或者Email 或是打电话给我 我可以留个位置 听一下 肥仔也是我的客户 其实也是 因为我也是有用霸材 拿来做一个报价系统之外 也有多些不同的技术指标 大家可以拿来做一个参考 做一个trading的时候 帮助自己做决定 好 今天就很感谢 周哥 好 多谢你肥仔 给我一个机会 我上来说 希望 日后如果有机会 我们再有新东西的时候 希望我们也有机会 你再联络我 我再留个位置给你 好 多谢 也多谢KC 给我们一个机会 巴塞 多谢 谢谢 今天就这么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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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汪人海 怎么找啊 有抢眼的红色 有圆嘟嘟 可爱的外形 有阵阵飘来的清香 台湾屏东荒山的爱民芒 这么突出 好意应 现在上MIHK网店 就有天然方法种植 丹丹果肉的台湾屏东荒山爱民芒 由产地直接送到你手 最多都是10个钟 一箱355元 有6至8只 最少都有3kg 贵字限定 快点预订啦